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访问我们兄弟联官方论坛 来跟我取得更多的技术交流 好 那么本讲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第五讲 文本编辑器VIM 在上一节课里面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文本编辑器VIM 最常见的一些操作 其实从基本的使用上来讲 那么这些基本的操作就基本上够用了 但是呢 从上一节课大家听的角度上来讲 你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枯燥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VIM 一些有意思的小技巧 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子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导入命令执行结果 冒号R 探号命令 首先呢 我们先分解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都是在Linux里面 VIM的一些常见操作 比如说现在我打开一个文件 那么假设我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文件以后 如果我想把一个文件的内容 导入到我当前的文件中 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编辑命令叫冒号R 再加上你要导入的文件名 这个文件的内容 就会被导入到这个当前的文件中 导入到什么位置呢 就是你刚才光标所在的位置 一回车 你看到就已经导入进来了 把ETC ISO这个文件所有的内容 导入到了刚才我光标所在的位置 冒号R 加上文件名 可以导入一个文件的内容 到当前VIM所编辑的文件之中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啊 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如果啊 我在写一个塑料脚本的时候 可能要引用一个命令 但是我忘记了这个命令啊 它存放在哪一个路径之中 那么你可以怎么做 探号 位置 想找哪一个命令 写上命令的名字 比如说我想找的命令呢 可能是RS 哎 你看到这个时候呢 它又会列出来 RS存放在并的RS目录下面 然后它提示你 你也回车呢 可以再继续建入其他的操作命令 回车以后继续回到VIM的命令模式 所以其实呢 这是两个单独的操作 冒号R加上文件名 可以导入一个文件内容 到当前VIM所编辑的文件中 冒号探号加上系统的命令 可以在不退出VIM的情况下 执行相应的操作命令 很方便 但是有一天呢 我发现了原来这两个命令 可以结合在一起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啊 很多写脚本 写程序的同学都有一个体会 可能呢 我们在写一个脚本的时候 或者在文件的最上面 或者在文件的最下面 我们要增加一些注释 这些注释里面呢 可能有这个脚本开发的作用 脚本开发的时间 脚本开发的负责人 那么等等这些信息 假设说我现在在脚本写完以后 想把脚本完成的时间 做一个导入 这个要正常来做就很麻烦 可能我冒号探号 date先看一眼 是这个时候写的 回车 然后呢 我把这个想起来的时间写进去 这个很麻烦 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 直接冒号探号date 直接可以把一个命令的执行结果 导入到当前的VIM文件里面 把当前文件中的光标所带行 作为导入的位置 一挥车 这个脚本写完的结束时间 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很方便 这是第一个小的技巧 怎么把一个命令执行的结果 导入到当前所编辑的VIM文件中 这是第一个 所以大家会看到啊 其实在Linux系统里面 VIM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有趣 但如果你真有兴趣去研究它 你会发现呢 它其实很好玩 它有很多一些小的功能和技巧 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是在Linux里面的VIM 很有意思的一个功能 可以定义快捷键 比如说呀 我们呢 有的时候呢 需要在编辑配准键或脚本的时候 经常呢 把一行注释掉 比如我要把第二行加个注释 正常要怎么做呀 我可能需要按个0 0 跳到航手 I插入 警号注释 ESC回到命令模式 要执行四步 这个操作很麻烦 你得先 那么 把这个光标移到航手 再进入插入模式 再输入警号 再回到命令模式 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可以用快捷键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格式呢 首先呢 是定义快捷键的命令 叫MAP 再制定一下快捷键 快捷键呢 假设我定义为一般是Ctrl和字母的组合 我定义为CtrlP 那么这个时候啊 如果你手脚比较利索 像我一样 那你可以三个字母一起按 CtrlVP 按错了 CtrlO了 CtrlVP 就按出这个效果了 如果你像沈涛老师一样呢 可能需要按两次 先CtrlV 再按CtrlP 也可以 但千万别直接呢 一看数字6 是对应的尖角号 先按个尖角号 再写一个大写的P 虽然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颜色标识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很有趣的小秘密 你记住 这个地方一定要按CtrlVP 三个字母的一起按 或者先按CtrlV 再按CtrlP 表示我要定义的快捷键 是CtrlP这个快捷键 好 那么我们按一下CtrlVP 按CtrlP会触发什么样的操作呢 我想触发的操作 这就回顾一下上一节我们讲的命令 第一个 大写的I 跳到航手并进入插入模式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VM常用操作 大写的I 大写的I表示在 这一行里面跳到航手 并且在跳到航手的同时 进入插入模式 数字0呢 只是跳到航手 它并不进入插入模式 跳到航手干嘛呢 插入什么东西呢 我要插入一个警号 插入警号以后 我想回到命令模式 那么肩脚号ESC 意思是按一下ESC 就可以了 回车 这个时候如果我想把第一行注视掉 不管你的光标 在这个文件 这行的任何一个位置 按一下CtrlP 你看到 马上就跳到航手加紧 而且呢还是在命令模式 现在我们要想给任何一行 加一个注视的警号 CtrlP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经常编辑Linux配置文件 或者经常呢 写一些骰入脚本 那么你可以把经常使用的一些操作 都通过快捷键来进行方便的定制 会大大提高 你在VM编辑时候的效率 那如果我们想删除这个注视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做 网号Mate 假设删除我用CtrlB CtrlVB 按CtrlP以后怎么做呢 我跳到航手 注意 这个0跳到航手 跟大写的I是不一样的 大写I是跳到航手 并进入插入模式 0呢只是跳到航手 跳到航手怎么办呢 X 把航手光标所在处的第一个字符删掉 一般的注视都在航手第一个字符 就是把警号删掉 回车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在光标在这个位置 我想把这行的警号去掉 按一下CtrlB 你看到警号就去掉了 而且还在命令模式 可以继续执行一些相应的命令操作 就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包括呢 如果我们写一个脚本 你说除了加时间以外呢 我们还经常呢 在时间下面写上自己的个人邮箱 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 那每次都敲邮箱 太麻烦了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直接定一个快捷键 Map 假设叫CtrlVG CtrlVH吧 CtrlH 这个快捷键干嘛呢 I进入插入模式 插入什么东西呢 插入邮箱地址 插入邮箱地址以后 我退回到命令模式 你可以根据前面上节课讲的命令操作 自由来做一个组合 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插入我的邮箱 只要按一下CtrlH 就可以插入了 会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经常需要在编辑的脚本里面 或者更改的配准键里面 插入像这样的一些常用信息 那么你都可以用快捷键来代替它 好 这是呢 快捷键 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相当发挥创意的一个很有趣的操作 所以推荐大家呢 可以玩玩看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所有的命令 那么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些应用 好 我就举这么多的例子 我们再看第三个 那有同学就会问了 我们现在要想注释掉一行 或者去掉一行的注释 可以用这种快捷键的方法 但有的时候写一个笑脚本 可能要把五行 十行都一起注释 按快捷键点十次 这个太麻烦了 怎么样注释连续行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先加个行号 Set number 假设说呀 我们现在要把第一行到第四行 把它注释掉 假设我把这个注释号去掉 第一行到第四行要注释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格式啊 就跟我们上节课讲的替换的格式是一样的 冒号先指定范围 第一行动号四S 起始行动号中止行 加上S 表示指定一定范围的行 指定了我要把这四行做一个替换 然后斜盖 你要替换哪一个字符呢 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啊 都是替换某个字符 比如说ftp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关键的关键词 那么现在不是要替换 是要增加 这里面用到一个很特殊的符号 叫肩脚号 表示行手 表示行手 我们就可以意思是在行手增加一个字符 那么表示行手的意思 再加一个斜杠 那么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呢 再写上你要替换为的字符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我就可以直接呢 把替换为的字符把它写上 假设我要替换为井号 写个井 然后替换的时候 我不需要确认写上G 就可以了 一回车 你看到 刚才呢 我就把第一行到第四行 连续行 加了一个注释 如果想把连续行的注释去掉 也很简单 第一行到第四行的注释去掉 那么你可以这样做 把井替换为空 替换为的字符里面什么都不写 就表示替换为空 然后加个G就可以了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让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啊 我们前面也讲过 有的注释符号不是写在行手 是写在一行的中间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标记 就要把行手的井号去掉 尖角号井 这个时候第一行到第四行 它的井号就会被去掉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的一个操作 假设说呀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行中间加一个井号 如果你使用的命令 是这样 没有加尖角号 就糟糕了 它会把所有以井号开头的行都删掉 但可能中间那个你本来不想删 它也会被干掉了 所以呢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这样写 表示把行手的尖角号去掉 尖角号 加上你要替换的字符 如果说呀 你说我现在不是写一个系统的塞要脚本 或者是Linux的配置文件 我可能写的是其他的一个语言的脚本 比如说很多语言 使用两个斜杠表示注释 这个时候怎么替换呢 那么理论上来讲也比较简单 我们在行手要增加一个字符 增加什么呢 增加两个注释符斜杠 但这样写完了以后呢 VIM就懵了 它不知道你这里面哪一个斜杠是分割符 哪一个斜杠是要插入的内容 所以呢 你需要用一个替换符 一个另外一边的斜杠 表示这是一个单纯的字符串 在你要插入的这两个斜杠前面 每个都要加上一个斜杠 前面的这个斜杠表示分割符 尖角号后面的嘛 那么我们要在插入的尖角号前面 加一个斜杠转译符 再在这个斜杠前面 加一个转译符 就是你看到幻灯片写的内容 这个时候第一行到第四行 就被加上两个斜杠的注释 删除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就好像我们说 有的时候我们使用ls 它可以看到文件的颜色 但其实真正的ls 是没有颜色的 你看到 如果我用转译符 杠ls 它是没有颜色的 我们前面呢 给大家讲过 位置可以查到一个别名 你看到ls本身定义了一个别名 有个选项参数 叫杠杠color 等于out to 你要使用 想使用这个命令的本意 前面只要加个杠ls就行了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所使用的转译符 那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要知道一下 好 这是连续行的注释 如果在Linux里面 编辑一些配准件 编辑一些脚本 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来增加你的编辑效率 最后一个小技巧呢 这个命令很有意思 叫AB 它是一个很长的英文单词 但姑且你可以理解为 你输入一个A 系统会自动把它变成B 你可以这样的 不太正确的理解一下 因为它很形象 可能我定义了很多快捷键 但是这些快捷键定义完了以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呢 定义了很多的快捷键以后 我发现记不住 后来我就用AB这个命令 把经常输入的一些 比较长的东西 像公司名 像邮箱地址 做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编辑其中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在这个文件的末尾 假设要插入邮箱 我现在可以进入命令模式 这样来做 冒号AB A是什么呢 假设叫mymail 我的邮箱的代号 要敲入mymail的时候 它会神奇的变成什么东西 输入我的邮箱地址 familyatlampbrother.net 回车 之后你在编辑的VM文件里面 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 只要你在文件中任何位置 敲入到mymail 它就会变 那大家可能会看到 它并没有改变 因为我还没有回车或空格 如果你一空格或回车 你会发现 它就会神奇地改变了 mymail 一空格 一回车 它就会变 所以如果你经常需要 在脚本里面增加一些 比较长的信息 那你可以用AB这个命令 来做这样一个定义 它会大大的简换你的操作 但是啊 可能有的同学做这个实验 做完以后啊 把虚拟机的Linux 做了一个重启 从起以后呢 发现了定义的快捷键呢 AB啊 都已经失效了 它并没有保存下来 那你要把它写到 每个用户的宿主目录下面 它的加目录下面的配置文件里面 我们说如果是root 就在-root下 如果是其他普通用户 比如沈超 就在沈超的目录下 你要打开或者创建 它的配置文件 比如以root的用户为例 这个配置文件叫.vm27 那么可能它是空的 甚至是不存在的 比如是你看到现在是不存在的 你如果希望有一些编辑模式的命令 记住 这里面只能放一些编辑模式的命令 比如设置行号 set number 比如定义快捷键 定义ctrlp 是可以插入 警号 然后退回命令行 比如定义AB 前面不用加冒号 那么我可以定买mail 就是我的邮箱 那么假设是我在沈超老师的电脑上面 我可以还定义一个 只要是显示沈超 我就给它变成凤解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保存以后 你所有定义的编辑模式的操作 它都会永久有效 你打开任何一个文件 它永远都有行号 你看它永远都有行号 那你就可以称诚这个配置文件 来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输入一个沈超 分分钟就可以变成凤解 因为我做了配置文件的 这样的一个设置 记住配置文件 一般存放在用户的加募录下面 叫.vimrc 如果是普通用户 就在-home下面 然后这个用户名 下面有个.vimrc 如果是管理员 就是-root下面的.vimrc 所以你经常常用的一些编辑命令 都可以把它的设置 把它写在这个文件里面 比如搜索的时候 不区分大小写 等等等等 都可以把编辑模式的操作 想让它永久生效 写到配置文件里面即可 好 这是我们这节课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么旨在让大家了解 vim虽然作为一个全屏的文本编辑器 看起来有点枯燥 有点不好使用 但其实如果你用惯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工具非常的好用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能够听完这两节课 把vim能够做一个熟练的基本使用 那么能掌握一些vim常见的小的技巧 像我们在这一节课讲的 怎么样来导入命令之间的结果 怎么定义快捷键 怎么样来批量的注释或去掉注释 怎么样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ab的替换 那么包括怎么写到配置文件里面 是我们这节课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 好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本讲第五讲文本编辑器 vim 就全部都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之后的课程会进入到 正式的系统管理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章节 好 谢谢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新出Linux微信公民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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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